育龍帥氣的當家射手呂正如 一直是品牌和活動高人氣的邀約對象 最近男模更特地回到故鄉府城 代言台南一中的體育館 球星代言體育館乍聽有點奇妙 原是南一中的體育館 八年來首度對外營運 包括健身房和球場都能預訂 育龍一哥也搶先體驗了各種訓練器材 跟幽夢的說 未來會增加反向的頻率 沒有後顧之憂 回來都要先列清單就是一定有想吃的清單 什麼山芋麗麵 花粿 牛肉湯等等 每次一定要吃 然後不吃到還要生氣 所以每次回來台南 總是會帶個一兩公斤回去 那只能再回台北的時候再去消業障 那當然今天一中有這麼好的一個場館 然後提供給我們這樣子 我相信下次我回來的時候 我覺得也是放心的吃 府城出身的呂正如 台南復興國中畢業之後 北上就讀在新中學 也開啟他接下來都在北台灣 打拼的籃球員生活 轉眼離開故鄉超過二十年 南模能從當年飛科班的球員 一路打拼藥居育龍的指標球星 以及中華隊的當家射手肯定 除了技術面的苦練 強悍的心理素質也是關鍵 他也利用自己的奮鬥歷程 勉勵年輕選手要勇敢堅持 當初既然選擇了北上 那去做成為一個運動員 做一個籃球員 那自己選的路 大家如果有一句話 自己選的路爬也要爬完 那我覺得堅持很重要 那你去堅持自己的夢想 然後努力去完成它 這個成果是非常開心的 那身體的話 我可能就是有配合 專業的運動的教練 然後做一些很專業的訓練 然後讓自己的身體 繼續維持在一個高檔的狀況 那讓自己在這麼多賽事 然後高強度上面之後 不會受傷 然後讓我可以維持在一個 很高的水準 來去應付所有各大小的賽季 SBO奮鬥第十七個賽季 呂鎮如是聯盟當中 繼少俠田磊 第二位達成四千分里程輩的球星 靠著嚴格的自我要求 成功不被崛起的後浪們給蓋過 南無也期待能有更多球迷 一同關注新賽季的SBO 未來體育新聞 蕭恩超 洪化軍 綜合報導